请问什么爱好的人适合做老板 爱打麻将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可以随叫随到 从不拖拖拉拉 不在乎工作环境 专心自治 不抱怨 经常反省自己 哪张打错了 永不言败 推倒再来 不管排好排坏 都努力往更好的方向调整 不但不会嫌弃 工作时间太长 还会主动提出 加班需求 始终抱着 赢得心态 一把一斤 从不拖欠 请问你不娶美女做老婆 是什么原因 第一 如果美女老了 跟年轻时反差很大 会很难接受 而普通女人 年轻时跟年老时 都是一样的 反正看顺眼了 第二 美女开销太大 我银子不多 所以你懂的 第三 英雄难够美人观 我不是英雄 我不用过 第四 担惊受怕呀 娶个美女回家 就会很担心 有没有人跟你抢啊 会有人惦记啊 搞不好就给你戴一顶 绿帽子 第五 省得有人感叹 一朵鲜花插在了牛份上 第六 自古红颜 多薄命 大师都说 我会活得很久 所以我不想过早 孤居独身 无其事 第七 最重要的一条 是因为没有一个美女 看得上我啊 所以我就只有在这里 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山啊 请形容一下喜欢喝酒的人生活状态 抽着烟 忘着天 能过一天 算一天 低着头 喝着酒 能醉一宿 算一宿 小铁盖 玻璃瓶 一天不喝都不行 不仅能从晚上喝到天明 还必须在酒桌上 能输赢 那喝酒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呢 索纳炊 百步盖 亲戚朋友 等上菜 走得走 抬得抬 身后跟着 一身白 关一盖 土一埋 从此人间 不再来 尖群 免费视频群社区 右上角点击搜索 再点击公众号 搜索NPP422 NPP422 关注后进内部群